各位網友 歡迎來到Anson Zhang M.M.X.I.X的YouTube Channel 差點忘記自己的頻道名字 Anson Zhang M.M.X.I.X YouTube Channel 又到了當季日劇集集追 看完追追水 秋季10月2024年 我又放了一個次序上的不同 因為這套我也覺得很有趣 特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套第一集結束了 應該很快就結束第二集了 因為已經看了一段時間 我想幾天了 接著無法拍攝就一直放到後面 原先也想先說拳擊那個 真想臭啦 那個男生的那套戲 但是我發現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應該改不及 所以先搞了這套 這套大家在那個 縮圖裡面都會看到 就是捉擊手 這個捉擊手是一個棒球術羽 棒球術羽 我們一向都有傳女打 安打 那些捉擊手 如果你看到我這一幅 縮圖裡面 細幅那幅 你就會看到 它其實不是著重於重擊球 它最重要的是把球縮近 然後是部署其他的打擊 因為如果我對於棒球不太熟悉 我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麼 但是他在第一集裡面已經說了 這一位朋友仔 絕對 不是說絕對 sorry 是未試過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所謂明星 所以他擅長的是重打的 那一定是要打什麼 安打傳女打的 一打打到飛出場 那種想法 很少我就用這些 好像縮矮仔 或者偷雞 什麼都好 有些網友年青 可能不知道 不要緊 你問一些年長的 他們會告訴你 他們用這種方法 來搶回合 詳細的事情 你可以問一下對棒球有認識的朋友 我純粹欣賞他的電影 一看的時候 我一看 當然是說棒球 甲子園 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為什麼呢 先去觀望 你去到觀望的時間 你會發現到 嘩 好帥喔 全女打的情況 沒錯 如果有看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 如果沒有看的話 這裡有機會有一點點劇透 這裡一定要留意 由於我剛才說過這位 男子 本身是一個棒球選手 擅長打重擊 為什麼突然變成捉擊手 是否叫捉擊手 突然間我忘記了 叫做 看看 等一下 嘩 突然間變成捉擊手 捉擊手 當然就是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在第一刻 頭五分鐘內已經說過了 他還要屈一次 什麼叫屈一次呢 正常你想一個原因 就已經完 他就要再扭一次 好像第二生命也不止 他還要第三生命 由於第三生命的開始 比以前的原因 是不同了 所以表現還未似理想 但是他的理想繼續 所以他正在尋求出路 旁邊那位女士 一會兒再形容 他對我印象最深刻 為什麼呢 因為有幾套我喜歡的男主角裡面 也有他的份 他也表現得不錯 要他做媽媽也做到 要他做少女 也不想是少女 是中女 當然也做到 他本身是中女 所以 戲上是OK的 樣子上 我經常跟其他女演員撞樣 不理了 就照樣了 另外旁邊這位男士 很明顯 就是有之遇之恩 待會你也會看到 在他的詳細相關圖裡面 但是我告訴你 到現在第一集完結為止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會打棒球 你說大哥 你是不是叫劇透 你儘管看看為什麼 我覺得他暫時第一集裡面混淆視聽 但是他這位社長真的很喜歡棒球 因為你會看到很搞笑的 他的安排上 絕對全部都是以棒球核心為主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網友 你可以看一看他 到底他發了什麼想法 而他真的邀請了他 邀請到他 我們先停一停 我們要看看相關圖 你看到第二話 已經是19日後 所以我今天不說 就很麻煩了 在日本時間23點40分就做了 這些不屬於主線劇 所以有些網友未必想看 甚至未必在網上找得到 放心吧 應該比較容易找到 沒有潛入兄妹那麼難找 坦白說 你可以看看他 角色的陣容不算強 但你待會看到的人物也不算多 好像很少人都搞定了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 真的不牽涉到棒球也不行 因為他真的有暗示過 但他這樣穿著衣服不打 是不是不對 不明白 網友可以猜一下 相關圖很簡單 有位主將 零木新芝 你會看到 是屬於一個選手 然後你會看到社長 社長是他的大粉絲 很喜歡他 然後你會看到 倉科 倉科家內 他本身是屬於社長提拔他的 稍後我再說一說 然後他跟著就是 零木新芝之間的其他角色關係 譬如說 你看到他是柳澤 所以柳澤家內 會有這樣的角色 暫時看上去 沒有媽媽的部分 這位小孩的媽媽不見了 有爸爸和媽媽 和兒子 但是不見了他老婆 這裡 嘩 嘩 嘩 不是他 是直斗 說是這個女孩 沒錯 這個女孩的媽媽 然後 他的朋友 打球的後輩 一定是這樣 棒球是一個很現實的狀態 如果你傷過 復出 那段時間可能會有後輩後起之受 就算不是的話 你看到 年輕力壯 發展的潛力會比你大 又是以前的套路 那套叫什麼 老張 老張 新生 那套 是吧 寧野江 那套 他有點不同 所以這裡有點不關 另外 你看到一個叫SBO SBO 原來棒球是有術語的 但是 社長又用了另一個演繹方法 我覺得挺幽默 另外 是有些社員在那裡 但是他們做些什麼的 你儘管看看 是不是跟棒球完全沒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是跟棒球沒有關係 不過他就被抓到棒球 社長被抓到棒球 我想看看他第二集 想繼續怎樣去說 但因為選手 其實一向都是想投入在棒球的內容 社長在最後收場的時間 都跟他說了一些鼓勵他的說話 你當來幫幫我 到你去到某個階段 要繼續做選手 或者怎樣怎樣的時候 你才再算 他就說了這個說話 但是在這段時間裡 是不是就是不打棒球 幫社長做事 我覺得他會做些什麼 但是他有說過 你在我公司裡 都負責打棒球 但是不見人 所以到底他第二集裡 是不是還在環繞棒球呢 其實我也想他的 因為逢親這些運動片 是很吸引的 對上一次 也是棒球片 那一套我沒有說到 那一套 又是那個 所謂那次在Netflix City Hunter 就是聖史獵人的角色 我又突然間忘記了他的名字 寧木亮平 沒錯 寧木亮平 突然間才想起 寧木亮平 他也有做過一個棒球的教練 當中裡面 那套戲我又看到 不錯的 也是一貫熱血戲 不錯 有興趣的網友 可以找回那套舊戲看 寧木亮平 他現在這一套就叫做捉擊手 他很明顯就不是做主角 是長打或者重打的角色 是一個在幕後裡面 默默用力的人 另外 社長看到這位 所謂的後輩 也是由他來擔綱的話 是Hat 所以 是看重了他在公司裡 默默耕耘的那種毅力 因為社長設立這個目的 也是想增加某些東西 所以 網友如果有興趣 可以看一看他 短篇的東西 應該不太辛苦 也有一些 有沒有笑位 我想也算是有的 我坦白說 不夠我打拳擊 我想打你一頓 那套戲 有時候有時候笑位 多一點 感覺上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套 要這樣包裝 這套不是的 有一點說公司文化 以及大家作為一個人 應該怎麼看工作 有些大道理 所以 完全笑話多 不算多 不過挺有趣 OK 如果有網友對這套戲 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上網去找找他 這套真的不難找 叫捉擊手 講棒球 一看那個圖 你就應該拍得到他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我也不講得太長 因為我想多拍一段片 我今天的工作才會完成 所以 希望網友會等我這段片上 OK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段片我再跟大家分享 先這樣 拜拜